久久重阳节,各界办理重阳敬老的活动 民间乡老人会也在日前办理重阳敬老活动 大家一起吃蛋糕请祝,即唱卡拉OK换唱 县议员赖燕雪,亲自到场与长辈们同欢 也亲自在场,指导长辈们做做简单的手指钞 让长辈们深感受益良多,身体也更加健朗 民间的老人会也特别的用心 今天举办了蛋糕,还有绿洞的一个带动 以及KTV卡拉OK的一个欢唱 让长辈可以说是丰收满满,心情愉快 我想心情愉快也能够让我们健康年年 所以民间老人会通常就非常重视长辈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健康活动 所以燕雪也亲自带了我们的这个手指钞 希望透过手指钞的律动 让长辈头脑清楚,手指能够灵活的一个律动 让长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调度 能够更健康,不容易退化,也不容易失智 民间乡老人会成员相当多 也经常办理许多活动,联络彼此情愿 而其中最重要,最受重视的 就是重阳敬老活动 具有弘扬敬老尊贤的意义 因为我们老人会大部分,等于都是65岁以上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样的老人会里面 目前我们的成员,这个有一两千位 配合这个政府的这个进老,这个措施 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都会举办一些老人的一些 这个他们的自享活动,像旅游活动 还有,但是最,等于说最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重阳,重阳节 县议员赖燕雪肯定民间老人会经常办理活动 他也鼓励长辈们多走出户外 可以养养肺,多运动,保健康 也祝长辈们重阳节快乐 所以来到这个民间老人会 我看到每一位长辈呢 一年比一年,这个健康都有更好 表示说,平常是有你注重身体的健康 所以呢,太阳出来就要晒晒背 那么呢,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养养肺 五股扎凉可以养养胃 要通常要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小孩子多聚会 身体健康摆第一位 厌雪肯我们的所有的长辈都能够健康快乐 民间乡老人会在老人会馆举办重阳敬老活动 参与的长辈们十分踊跃 吃着蛋糕,唱着卡拉OK 心情愉快地跟着赖燕雪议员动动手 做着手指抄的律动外 也达到重阳敬老的意义与目的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